我现在刚刚到达这个 这个渣谎 对的 然后我现在酒店里面 就是等着 等一下跟大家出去吃饭 这个房间呢 还好就是 我作为这个第一名 这个房间单人间 足以放下我的两个箱子 我刚去了别人的双人间 那种带四个箱子的朋友 真的是 无从下脚 然后那个 然后就是给大家看一看 我在这个房间里面 放了些什么东西吧 因为我刚刚才到房间里面 打开箱子 而且我有两只箱子 对之后我还要去东京那边 所以就是 就是简单的收拾一下 东西比较多乱七八糟的 炸黄是一个 比较凉快的城市 因为我记得北海道 十月份就开始下雪了 所以现在这个八月份来说 已经算是非常的凉快了 这个风特别大 把我头发吹的比较凌乱 大家不要介意 正说这风又吹起来了 看前面的戴蒙 对 无法漂亮 但是刚才戴蒙 一直走得像个鬼人一样 但是刚才戴蒙在十字路口 拍了一百张照片 对 独立的把自己想发个微博 耶 反正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凉快 就是现在还好 白天比较凉快 晚上好像会有点安慰 这样的感觉 是看到了母子鸡的小包 还有旁边还有鸟 然后还有青蛙先生 然后可要 让我看看 啊好可爱 但是这个店里除了这个包 并没有特别喜欢的类型的东西 我要节制 我要节制 这种偏古朵感觉一样的店 我应该不会花钱的 啊运气真的太好了 居然发现了Pokemon Santa 而且有很多很多很多耿贵的周边 太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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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今天最高兴的事情 真的 啊天哪 我已经买了很多耿贵的 还有别的东西的周边了 有的是送给朋友的 啊太好了太好了 开心开心开心 让我看看我还要买点什么 刚才 看到了笔雕 然后许佳琪说 这是你喜欢的鸡吗 嗯 好的吧 我狂笑了十分钟 但是其实笔雕 他听到了 应该会非常生气吧 但是被Pokemon的魅力信 许佳琪现在也开始 朝着宝可梦人的方向进化了 可惜可贺 可惜可贺 这就是 魅力 我们到现在 什么也没拍 在这个寒冷的车上 看着这个 狭小的空间 感受到了寂寞 真的天气不好 很影响大家的心情 也影响拍摄 在这个寒风里的每一个笑容 都是苦涩的笑容 强颜欢笑 这个鞋针机能够完成的拍好吗 我感到了忧虑 现在我在一家那个 吃寿司的店里面 因为周围的店都满了 只有这家店没有人 然后 这个光线看着 送开店里 还放了一把肾子 不知道干嘛用 给我 但今天真的蛮冷的 而且又下大雨 感觉今天就像是那种 10月份11月的天气 这是今天的私服 吃饭前 漫长的等待时间 拍了很多拍李德 各种各样的 虽然只有5张 但是我已经很努力了 然后接下来还要再拍很多 好辛苦 光小亮 但是我觉得还蛮复古的拍出来 这种复古的感觉 然后我们现在 只上了一份寿司 还有我的最爱干姜水 来一杯吧 虽然它看上去像酒一样 但是喝起来 就只是让我觉得 非常清爽的碳酸饮料 我还点了个铁板黄油玉米 不知道啥时候来呢 我喜欢玉米 因为店里人手紧缺 所以当我们把这盘寿司 都解决掉以后 终于上来了 我的铁板黄油土豆 和铁板黄油芋头 和铁板黄油玉米 我以为这个玉米 它是一粒一粒的 没想到它居然是这样 只有两个 现在我们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熟悉的焦香的味道 只能吃这个了 说话中午吃这个真的很不健康 因为我还点了个乌冬面 但是他刚告诉我 乌冬面没有了 好的吧 真的是世界上就是这样 总有不尽人意的东西 话不多说了 雨终于停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比较明亮的 一个像广场一样的地方 开始拍照 接着工作 雨停了象征是我们不能这么早回去 而且要继续干活 我看到这个雨停下来 天也亮了 心情还蛮好的 因为今天真的很冷 超冷 耶 这是今天那个刚到机场的时候 就是这个家宏的机场收到的花 很漂亮很红 我的指甲好绿啊 然后就是 虽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花 但是很可爱 然后这里有卡片写着 阿发卡欢迎来背海盗 这种感觉的 因为扎晃在我心中是一个 就是不是像没有东京那么繁华的城市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粉丝接机 我还蛮开心的 因为感觉扎晃的人去犯上海的 这个团体 还蛮不可思议的哈 还有收到了一个耿轨 我很喜欢大吃了你 哎 进嘴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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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